國安會前秘書長金普聰 擔任侯友宜競選總部執行長時 被前立為蔡振元 和資深媒體任陳文茜 卻以假名調欺騙朱立倫 並且稱他是破壞藍白河的戰犯 當時金普聰不滿提告誹謗 並且向兩人求償六百萬元 六號上午第二次開庭 金普聰和蔡振元兩人現身北院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被誤會破壞藍白河的 被誤會破壞藍白河 更被指不讓前總統馬英九 登上選前之夜的舞台 金普聰受訪表示 對馬英九從來沒有不敬之言 更沒有破壞藍白河 後續案情會如何發展 還有帶法官做出判決